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迪丽热巴语中称散大片出炉,氛围感或称赞,却意外撞山杨子。 娱乐圈里有一些明星,无论是发展道路还是类型都完全不一样,但经常会被大家拿来比较。 从事业发展到造型代言,在大家的无形比较中,两人也似乎成为了对手。 近日,迪丽热巴现身某品牌活动。 当天迪丽热巴工作室也是早早地发布了造型写真图,身穿一身白色泡泡绣抹胸长裙,勾勒出其娇好的身材曲线。 尤其是一双又细又直的大长腿,让人倍加羡慕。 当天拍摄时因为下雨了,还是外景,所以用了雨伞作为拍摄道具,配上迪丽热巴精致的五官,整体氛围感十足。 向来造型不会出错的迪丽热巴,此次状态也很不错,图片一出就立刻获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。 不过其后大家也发现,迪丽热巴的这组写真照看起来似乎有一些熟悉,正是与前几天养子的一组写真照非常的相似。 首先是服装,两人同样穿了白色的裙子,而且款式也非常相似。 包括同样的方领口,泡泡袖的设计,就连袖口的设计都很像,乍一看两条裙子似乎只有长短不同。 所以服装也让两组照片整体色调就已经很相似了。 其次是道具,因为两组照片都是在雨中拍摄的,所以都用到了透明雨伞进行拍摄。 而雨伞也是一模一样,甚至比裙子的相似度还要高。 第三就是拍照姿势了,因为两组照片都是用了雨伞做道具,所以好几张照片的动作和拍摄角度都高度相似。 比如说两人都举着雨伞面对镜头站着,还有两人举着雨伞仰头,还有举着雨伞闭眼等等,相似度之高,让人惊讶,所以也难免被大家拿来比较。 不过迪丽热巴和杨子两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,虽然各方面已经如此相似,但拍出来的照片感觉差别还是比较大的。 迪丽热巴这组照片给人的感觉是在享受下雨,仅用一把雨伞表现出性感自艺,在雨中起舞的感觉。 杨子的这组照片则是配合了背后城市灯光,营造出氛围感,有一种韩剧女主角的感觉。 让人十分惊艳,即使是雨造型经常上热搜,艳压红毯的迪丽热巴放在一起,也丝毫不输。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,有着不同的喜好。 看到迪丽热巴和杨子的两组相似度非常高的写真照,你有什么看法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